Hello大家好,我是丹,今天下午我儿子幼儿园的开学典礼,疫情之后三点的时间,这是我第一次化妆,所以我就想趁着还有40分钟的时间,我跟大家分享一下,我七八月份去德国旅游的时候,带回来的一些,就从DM购买的一些东西,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,这两次真的买了很多,包括这么多面膜,这么一框子的东西,其中有一部分呢,是我已经在用的,然后是这三样和这两个牙线,我先说牙线吧,这两个牙线呢,是不同样子的,这个是扁平头的,我比较喜欢这种的, 我其实以前是很少用牙线的,它还是比较紧的样子,然后这种太气的这种牙线,我不知道为啥,反而我塞进去之后,有时候角度找不好,我不容易拔出来,但是这种扁的就很容易把它拔出来,就不会弄疼我自己,所以我是比较喜欢这种的,而且它在DM真的很便宜,只要九毛九,后就是这两个喷雾,两个喷雾它喷出来的都非常的细,然后喷雾都非常的细,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意大利吧,我有很可能,我有别的也是很平价的选择,意大利的那个玫瑰水,就是很便宜,超市卖三块钱的那个,作为二次清洁, 也很好用,所以我觉得它,它们两个吧,以后并不值得我再从德国旅游的时候再背回来,但是这个瓶子我会留下来做分装瓶,我之前买的五英两品的那个喷雾的瓶子,旅游的时候丢掉了,忘记带了,不知道丢到哪个酒店了,所以这个瓶子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出去旅游的时候做分装, 这一支,这个VC的这个精华吧,我觉得它还可以,它是属于凝胶类的这个质地,大概是这样子的,然后它也好吸收,然后也不容易起闭口啊什么的,就是我早晚都会用,但是至于它有没有让我白起来, 我觉得我只用了这么一点点,还看不出来什么样子,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,它至少得三四支吧,然后你得晾勾,每次涂的时候都得晾勾,我觉得才可以, 但是我是属于混油皮,但是我的面部,脸颊部分是属于敏感肌,就很容易泛红,有红血丝,然后但是它没有让我感觉就是, 会不舒服,然后不是说需要刚开始什么,少用一点点啊,建立耐受型的这种的,我觉得它还是可以的,满足,可以满足我的日常需求, 然后就是我买了很多这种胶囊型的,然后我觉得出去旅游的时候带非常的方便,每个颜色拿一样的,大家简单的说一说,这里面这三款都是我已经用过的, 然后这个VC的这支我还没有用,所以我先不做评价之后,我等我用了,出现在空瓶的时候,我再跟大家分享,这三款,这支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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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, 首先可能我是混油皮,但是我的面部并不油,我就是脑门,然后,我好像只有脑门油,别的地方都还可以, 但是它非常油,我真的拍不开,就是怎么在手上乳化或者怎么样的,它都吸收不了,然后一次就也只是只用一粒, 但是所以后来我就会用点脖子,我先擦脖子再下脸,然后我可能再喷点水,第一遍擦完之后,然后我再喷点这个,然后我再喷点它,再按摩一遍, 然后再多揉一会儿,它可能才能慢慢慢慢吸收,就是你要直接揉,是揉不开的,所以之后我可能不会再买它了, 对于我的皮肤而言,它太油了,然后这支呢,多少能好一些,但是相对这个而言,对我而言也是油的, 就是它对我而言也是油的,但是它相对会好一些,是让我可以接受的, 就比如说我先揉一遍,然后乳化了,然后就是再手心多搓一会儿,然后上脸上脖子, 然后再喷点水再搓一下,之后就感觉就会被吸收了,但是之前那个就不会,所以它感觉还可以, 然后就是这一支,我只能看图手画,我也没查过,我看上面画了个眼睛,我想它可能就是, 类似于就是眼部精华吧,但是我还是会用在全脸上面,我感觉是好吸收的,对于我而言, 脸脖子一个小胶囊都够我用了,所以我觉得还不错,这个应该是我图的最多的吧, 但是我用完已经用掉很多了,我买了两个面霜,其实吧, 这两个面霜好不好用吧,就是对我而言,我不是特别在意, 第一吧,就是它可能冬季它如果足够保湿就可以了,冬天我不会用什么太多功能像面霜, 只要保湿力够就可以了,这是其一,其二就是不好用就给我老公用,反正这么便宜, 在意大利我它也不是很挑,它只要是凝胶类的,冬天都够它用, 它说都可以,所以就是试一下,然后这个应该是凝胶的, 所以就是就是好不好用就都可以给它用, 这两个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喷雾,就是我可能下次不会再买了, 它喷雾是很细,但是我没有感觉到任何效果, 就只是脸上多了一层水屋而已,所以就是敷面膜前喷一下, 因为毕竟洗完澡之后,吹完头发,我是吹完头发之后敷面膜, 就是脸感觉干了,之前肯定要先喷一点, 然后稍微擦一点点就是很褶裂的精华, 然后先保湿一下,然后我去吹头发,吹完头发我再喷一下, 然后再敷面膜,就是这样,它对我而言就这个作用, 还有一瓶这个囤的,这个刚才不是同一瓶啊,这瓶是囤货, 准确来说我第一次去德国买了一瓶, 然后因为第二次那个瓶子丢了,所以我就又买了一瓶, 我就防止以后瓶子再丢了,因为这个喷雾, 喷头我觉得不错,所以我买了两瓶, 这个是VC的这个精华,然后我的另外一支囤货, 我还买了两个,这个洗面,洁面, 它是泡沫洁面,就是挤出来直接是泡泡的, 这个我非常喜欢,我觉得就是我卸完妆之后, 我再用它洗脸,我依然能洗干净, 我去年去意大利,这是东海岸的时候, 利米尼那边,然后有DM我买了一瓶, 我觉得非常的好用,所以这次我去德国, 千辛万苦我也要囤回来这两支洗面奶, 非常的好用,我真的觉得很好用, 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,真的强腿强腿, 然后就是这一堆面膜, 其实因为它面膜真的很便宜,都不到一欧, 就是七八毛吧,或者九毛九之类的, 我忘了,当时好像打折,我就买了非常多的面膜, 意大利就只能买到卡尼尔的面膜, 或者说罗马吧,北部有DM, 意大利的北部开了很多家DM,但是罗马没有, 高大打折的时候,卡尼尔基本上是一块四毛九一片, 所以我就囤了很多片, 面膜对我而言,就是我知道面膜它能持续, 它的效果能持续的时间,其实并不是很长, 它更多的满足是一种我对它心里的渴望, 它可能它的效果就是今天晚上, 或者撑死到明天早上, 它有保湿啊,或者美白啊, 或者什么各种各样的效果, 就是我觉得我不是很在意, 我在意的是敷面膜的这个过程, 就是可能一个星期, 我敷一两次面膜会让我身心愉快, 我洗完澡之后敷面膜会让我很开心, 这件事情比较重要, 所以我觉得它只要一不会让我过敏, 然后二不会产生什么太大的刺激性味道, 然后它的味道不好闻, 或者什么,它的肤感让我不舒服, 然后剩下的我觉得就是保湿效果就是随便买, 就一天就是一晚上也好, 两个小时也好, 或者怎么样之类的也好, 刚才又跑去卫生间拿了两样东西, 这两个东西我忘记, 我刚才忘记拿过来了, 一个是种草的这个美笔好用, 就是我记得是两欧多吧, 就是价格也低, 然后也细也很好换, 还有一个是这个, 我买的是这个潘廷的这个发膜,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系列的, 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发膜, 我觉得非常好用, 发膜我通常是当护发素使用的, 因为我比较懒, 我不会说什么先洗完头, 然后把发膜抹上出来, 半个小时之后我再进去, 我真的特别懒, 所以我就把它当护发素用, 然后出去旅游的时候, 我不是在旅游的时候买的吗, 就觉得哪怕酒店的洗发水再不好用, 怎么样洗完头发毛灶, 一用它, 而且这一管我至少能用三到四次, 然后我觉得头发瞬间就顺了, 就特别好,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, 在杰克的时候, 杰克的DM买的, 打折是49块9克朗, 然后好像是半价吧, 具体多钱我忘记了, 49克朗是3欧, 大概是3欧, 我记得20, 我是20, 23亿欧换的, 那大概就是3欧, 或者不到3欧的生发液, 我用了这么多了, 一点点还没用很多, 所以它的生发效果吧, 来看一下我这块的毛发, 这个碎毛帽, 我这块特别突, 其实我这块真的特别突, 它有涨一些, 就是我, 我本来是有在用另外一个, 也是那个, 就是德国的那个生发液, 但是叫啥我忘了, 我最近一直在用这个, 我觉得还行吧,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你要坚持用, 天天用一刻也不要断, 每次洗完澡你都要用, 每次洗完头都要用, 然后洗完头当天, 比如说你是晚上洗的, 你第二天早上也可以用, 然后第二天晚上如果你不洗头, 你就第三天洗完头, 你再接着用, 然后我觉得你一直用一直用, 它是有效果的, 然后我用的洗饭水, 就是那个康如的防脱发洗饭水, 我以前说过, 我对那个洗饭水是真的洗爱, 嗯, 当然我, 我这么个小蚂蚁类的人, 我也不可能有广告对吧, 所以我觉得那个洗饭水, 对我而言我真的是很喜欢, 然后是我的常年回购产品, 再加上这一类的生饭水, 对我而言是真的有效果的,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, 我在德国DM我买的一些东西, 可能我之前在小红书上, 然后跟大家分享过, 就是图文分享过, 但是我觉得用说的, 更能表达我对某一类产品的喜爱, 也好了,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, 我要出门了, 拜拜, 下期见, 下次见,